不是来吗?也不是任何疑问句,而是来吧。 社会哥的那一小节细腻的,温柔的小神经好像恢复了信号重新开始工作了。 不知道为什么,在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,林雨晶觉得有哪里酸了一下。 她甚至能够想象得出,神卷在说着这句话时困倦又冷淡的,懒洋洋的样子。 林雨晶忽然想跟她说说话,也可能不是忽然,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就想,她没意识到。 黑色的铁门没锁,审卷一般都不锁门,林雨晶推门进去,小院里挂着灯串,秋天郁郁葱葱的绿植颜色一点点过度,现在看起来皱巴巴的,还有些发黄。 狼灯开着,林雨晶走到门口,敲了敲门。 大概一分钟后,沈卷出现在门口,黑色的口罩挂在下巴上,垂着眼。 看见她以后,她愣了一瞬,才测了测身,让她进来。 稍等一会儿,还有个活儿。 沈卷说,林雨晶站在门口,停住了脚步,打扰你吗? 二十分钟,沈卷回头看了她一眼,低声说,等我,很快。 房间里还是几盏地灯,暖成的光线,有种温暖的昏暗。 直里间,一个半开着门的房间里,冷白色的灯光明亮,林雨晶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沙发上。 直指那边,我能,看看吗? 嗯。 沈卷走过去,她穿了件黑色的薄卫衣,袖子折起来,卷到手肘的位置。 小臂的肌肉线条流畅不突出,带着一点点少年感。 林雨晶跟着她过去,她没进房间,就扒着门框站在门口,好奇地往里看了看。 里面一张看起来很舒适的长椅,上面坐着个男生,很年轻,看起来二十出头的样子,也正侧着头看着她。 男生眨眨眼,她闻的是手臂,二分之一处小臂画了个像是京剧脸谱似的花纹。 抬起另一只手,朝她也摆了摆,嗨。 林雨晶也眨眨眼,朝她摆了摆手,嗨。 沈眨眨抬手,食指勾上口罩,抽出一双新的手套戴上,五指称了称。 她抬头看了她一眼,拿起旁边的线圈机坐下,垂头继续。 沈眨手很好看,平时看着还没有这么深刻的视觉刺。 机,此时她手上戴着黑色的一次性手套,削兽手背掌骨的纹路被撑起,手指的形状修长,就显得格外好看。 她垂着眼,睫毛滴滴覆盖下来,漆黑的瞳孔被遮了个彻底,戴着口罩看不见表情。 但墨又专注。 林雨晶忽然觉得有些口渴。 她咬了一下腮帮里面的软肉,没几秒,又觉得唾液腺开始急速分泌。 林雨晶咽了口口水,扒着门框的手指松了松,不看了,回到沙发里坐下。 她自己本身长得就够好看了,身边的发小颜值又都很能打,所以林雨晶一直觉得,自己对于美色的抵抗能力还是挺强的。 至少看一个男生,男人,随便什么年龄层的帅哥,他从来没有过流,流口水。 这种反应应该只有闻到炸鸡烧烤火锅香味的时候才会出现。 男人还不如炸鸡块。 林雨晶晃了晃脑袋,扒开旁边一塑料袋子的零食,抽出一瓶啤酒来,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。 工作间的门没关,林雨晶坐在沙发里,身体前倾远远地看着,一边小口小口喝啤酒。 沈卷捏着纹身机的时候,也会有那个小动作。 指腹会稍微压着食指指尖,每隔一段时间手指会微微抬一下。 林雨晶撑着脑袋,视线从少年肩线扫下来,到窄瘦的腰,伸长的腿。 这兄弟腿真长啊。 他往后靠了靠,靠坐进沙发里,抬起自己的一条腿来,比较了一下,皱起眉。 头一次有种,对自己不太满意的感觉。 沈卷说是二十分钟,差不多也就用了十多分钟,最后结束的时候,纹身的那个男生直了直身子,往外看了一眼,问道,女朋友? 沈卷放下线圈机,抬手按了下后颈,不是。 声音有点哑。 一半的小臂,涂也不算小了,他用了两天时间,加起来一共二十多个小时,今天从中午到现在,水都没喝一口。 哦,男生笑道,女,朋友。 沈卷没说话,慢条思理地摘了手套丢掉,又勾下来口罩。 这个男生之前也来过几次,跟蒋涵他们都熟,也算是棒的熟人,非常有眼力价那种。 他立马准备撤退走人,两个人出来,林雨晶坐在沙发里,一边看综艺,一边喝着啤酒,还拆开了包泡浇凤爪啃。 见他们出来,他抬起头来,看见男生保鲜膜包着的那个纹身,吹了声口哨,很帅啊,哥哥。 男生咧嘴笑,谢谢妹妹,你也很美。 沈卷站在门口,门都帮他打开了,不耐烦地拍了两下门框,皱着眉看着他。 得,男生双手合十,朝沈卷一鞠躬,出了门,滚了眷也。 沈卷关上门,转过头来,视线落在茶几上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。 二十分钟,四个空啤酒罐。 林雨晶看起来跟平时还没什么两样,翘着腿坐在沙发里,看综艺看得津津有味。 还挺能喝。 沈卷走过去,居高临下地看着他,叫哥哥叫得这么顺口。 嗯。 林雨晶抬起头来,眼珠清明,还咬着啤酒罐的金属边,反应了一会儿,才听明白。 啊,那我不知道叫他什么呀,林雨晶关掉了综艺,想了想,叫帅哥。 会不会显得有点轻浮? 沈卷舌尖顶了下草牙,你叫哥哥不轻浮? 不啊,林雨晶说,显得我乖巧又懂礼貌。 沈卷气笑了,那你怎么不跟我讲讲礼貌? 林雨晶没说话,把手里那厅剩下的那点酒也干了,整整齐齐地摆在茶几上,加入空冠大军成为五号选手,然后又从旁边的袋子里抬出来一打。 沈卷沉沉地叫了他一声,林雨晶。 沈卷沉着声说话的时候,很有压迫感,但林雨晶完全不怕他,看都没看他一眼。 恍若未闻拆开啤酒,一打里面六厅,抽了一厅出来,拉开一拉罐的拉环,喷得一声轻响。 林雨晶仰起头来看向他,抬手把那罐啤酒递过去,喝酒嘛,哥哥。 这两个字出口的瞬间,沈卷像是被人按了暂停键。 女孩子骨架单薄,穿着件很居家的圆领棉质上衣,头发松松垮垮随意扎着,像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小朋友,露出的薄梗雪白纤细。 沈卷垂眼看着他,林雨晶仰着头,举着啤酒的手晃了一下,暖橘色的光线里,看着他笑,故意说,不要吗? 哥哥,他声线本来就轻,和刺猬式的性格简直是两个极端,平时跟他讲话的时候,大多棱角很分明,偶尔故意软着声撒娇似的,就非常的要命。 比如求你的时候,以及现在的哥哥。 沈卷喉结滑动了一下,他抬手接过他手里的酒,少女的手指划过他虎口,指尖冰冰凉。 沈卷接过酒来放下,走到厨房拿了水壶和空杯子过来,给他倒了杯温水,喝这个。 林雨晶歪着头,你嗓子好哑。 沈卷,刚刚还没这么哑,你偷偷干什么去了? 哥哥。 林雨晶说。 沈卷被他这一声声惹得发麻,磨了下牙,警告道,林雨晶。 这姑娘看着还是很清醒的样子,黑眼睛剔透得像玻璃珠一样,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醉了的迹象。 只这么看真的会让人有种这人捂听啤酒半点事情没有的感觉。 但是沈卷不觉得他会在清醒的时候这么叫他。 林雨晶又给自己开了听啤酒,百忙之中抽出空来,抬眼看了他一眼。 干什么? 沈卷随手从旁边拉了把椅子过来,坐下,伸手过去,食指在一拉罐边缘轻敲了两下,放下。 林雨晶顺从地撒手。 沈卷拿过来,采开旁边的垃圾桶,把酒全倒进去了。 咕嘟咕嘟,啤酒的麦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。 沈卷倒了个干净,又拿过旁边的玻璃杯,温水灌进空了的啤酒罐里, 放在林雨晶面前的茶几上,喝吧。 林雨晶全程都没有动,撑着脑袋很淡定地看着他,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傻逼? 沈卷靠回到椅子里,挑着眉,没醉。 林雨晶白了他一眼,直指自己。 我,千杯不醉林雨晶,我来找你喝酒的,你人都没过来,我哪能,自己就醉了。 沈卷眯起眼,你来找我喝酒。 林雨晶点了点头。 沈卷低声说,你知不知道,别单独找男的喝酒。 林雨晶看着他,平静地问,你是男的吗? 沈卷。 他说完,又自顾自地点了点头。 哦,对,你是。 沈卷连火都发不出来了,就这么看着他,一边说着,一边翻开身边的袋子。 我还给你买了好多下酒的零食,你吃薯条吗? 脆的那种,他一边翻一边嘟咙。 哦,你不爱吃,你爱吃这个。 他抽出一包什么玩意儿出来,献保式地举到他面前。 沈卷看了一眼,一包无壳的,酒鬼花生米。 不知道是不是被这一屋子酒味熏得有些神志不清,沈卷居然还笑了。 操,他垂着头,笑着舔了舔唇角,脑子这辈子的耐心都用在你身上了。 他声音很低,林雨晶没听清,就看着他站起身来,把茶几上所有的酒全收了拿走了, 又把他那一袋子零食提过来,放到茶几上。 还挺沉。 沈卷把袋子一摊,坐回去,一双长腿前伸,吃吧,我陪你吃。 林雨晶看着他,犹豫道,就这么干吃吗?不喝点吗? 沈卷撑着脑袋的手臂放下了,往前清了轻身,捏着水壶,又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,喝点凉白开。 林雨晶。 林雨晶酒量是真的还可以,不是吹的,但是一连着六厅啤酒,后面又喝太快,此时有点上头。 不是醉了,他意识十分清醒,清醒到能清晰地察觉到自己现在好像有点过于兴奋了。 脸带着天生自带的帅哥免疫疫苗,也开始失效。 林雨晶两只手撑着脸,上半身压着支在茶几上,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审券。 他看着他抽出烟盒,敲出一支烟出来。 注意到林雨晶的视线,他顿了顿,收回去了,把烟盒丢在茶几上,身子往后靠了靠。 林雨晶看着他,忽然眉头莫尾地说,有人告诉过你你纹身的时候很帅吗? 哥哥。 沈卷一顿,抬起眼来看着他。 林雨晶不避不让,就这么迎着他的视线。 两个人对视了,不知道几秒还是几十秒。 沈卷慢吞吞地俯身,靠近他,声音低哑,有人告诉过你没醉的时候别叫人叫得这么嗲吗?